馬上歡迎我們第三組演員出場 白語哥佳心姐 來歡迎二位 還有方文山老師 嗨呀 強P 白語哥還有方老師 還有佳心姐 來來來 介紹一下你們在十萬火急裡面演的角色 真的喔 我在十萬火急我就是一個 秦甄北海岸 海產店的老闆 好熟的一貨店 情地肥坦案 不好意思 已經進播了 這家店名就是您當年的劇作 對 蠻主角劇作 你是海產店老闆 那嘉芊姐就是 海產店的老闆娘 哎呦 應該加水給我贏了 韓老師你也不是她 韓老師你也許一個有鬍子 你也這樣不挑 老婆有鬍子 多難得 方老師你一定是演正經的角色 以你的氣質 然後我演畫廊 畫廊的什麼 畫廊的一個 呃 工友嗎 路人 看畫的一個路人 對 看畫的路人 那性格呢 如何他的氣質 因為氣質很特別 怎麼說 去看了才知道 就跟平常的我不一樣 真的嗎 喔 太好了 平常我們看老師是文職咪咪 電影裡面會有不同的演出 對不對 其實出來大概4.8秒而已嘛 有那麼久嗎 我覺得應該有快 快一分鐘 有這麼長嗎 你確定嗎 你看過正片了嗎 對啊 你還沒看過正片 出剪的 出剪沒有 他到底後面細剪的話 會秀一點點 對 我是看過的 現在全部的人 現在應該只有我看過 對 應該是有看過 你若看過的嗎 4.8秒 真的啊 7.2秒 還有7.2秒 0.4秒 不要這麼快 我出來這個場次是很重要的 對 你出來的場次 你們其實這幾場都很重要 對 那場也很重要 對 他跟憲哥一起 我的出場 其實那時候造成一個新聞的點 對 對 那時候因為那時候 記不記得那時候那個 謝金燕 他們 他在跨年的時候 他的那個大安全帽 可是因為我們是在9月的時候 就已經出現了 對 其實你早就戴了那個超大安全帽 對 在謝金燕當年跨年之前 就已經出現了 這就是一個畫面的證據 沒錯 第二個是各位媒體 一定要仔細看 當年的白雲哥還是胖的 在電影裡面 對 那個時候我還是胖 你現在瘦的跟電影裡面 是不一樣的 現在已經很害怕有聯繫了 不聯繫了 後來堪哥說還好一次OK啦 那時候我們就拍好了 如果要我拍的話你們來不及了 因為他記錄了你最肥的時候 對 現在你看 正常的 但是頭變得太大 比例上來講 就像一個貢丸插在一個筷子上 謝謝三位 祝福一下邦老師 我覺得 很有趣 然後很虧邪很輕鬆 我覺得每個人上班都很累 然後到戲練完 就應該要抒發一下情緒 好 謝謝邦老師的祝福 來 嘉欣 我覺得這一部戲除了歡笑之語呢 其實他也有情感的另外一面 所以我覺得是一部很值得看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 康剛哥這一次 他的第一部的處女座 而且他是非常有誠意的一部 而且他真的花了很多的心力在裡頭 我希望大家可以進戲院來支持一下 真的 來 邦哥 十萬火急在2015年 帶給大家好心情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三位